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6日 红军或被迫出售沙拿 据每日邮报的最新消息 在沙拿提出40万英镑的周心要求后 利物浦考虑在今夏以6000万英镑以上的价格将它出售 报道称 沙拿与利物浦的合同将于明年夏天到期 但目前双方尚未就新合同达成协议 续约谈判陷入僵局 据悉 沙拿在与利物浦的谈判中要求球队将自己的周心 由原先的22万英镑提升到40万英镑 但利物浦不愿意打破队内原有的薪资结构 目前利物浦对内周心最高的是维杰尔云迪克的24万英镑 鉴于 双方始终未能就续约合同达成一致 但如果利物浦收到6000万英镑以上的报价 他们将会允许穆罕默德 沙拿在今年夏天离队 上赛季 沙拿在各项赛事代表利物浦出场51次 攻入31球 并送处16次助攻 自2017年加盟利物浦以来 沙拿先后夺得英超 欧关联 组总碑 联赛碑 以及欧洲超级碑和士冠碑冠军 据悉 黄马正在密切关注沙拿的情况 他们目前正在考虑向埃及国脚提出报价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收听与支持者 听众来的